哈囉各位女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苗柏亞 女影呢今年已經邁入第二十二個年頭了 二十二歲是一個非常適合冒險的年齡 女影今年的主題是The F-word 未知之境與鬼狂歡 講到The F-word 你會想到什麼呢? 如果是我的話當然是想到 那作為一個女影長期以來的忠實觀眾 跟大家講一下 女影今年的主題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第一個我最喜歡的單元呢 其實每年都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我們的酷兒BBB單元 每次拿到女影的節目手冊的時候 我都會迫不及待的煩惱這個單元來看 今年又有什麼很有趣的酷兒片 所以推薦大家在這個主題 你可以找至少一部或兩部你喜歡的影片 我想你會對這個世界有很多新的不一樣的想法 接下來最後兩個單元我要一起介紹 因為這兩個單元其實放在這裡 五分鐘的短片是有點不適合的 這兩個單元的深度 都已經快要超出我個人能夠很短時間之內理解 並且很短時間內解釋分享給大家了 第一個是隱患新浪潮 隱患新浪潮這個單元呢 對於像我這樣子 比較沒有藝術的領略力的人而言 其實是有一點距離的 但是我想有非常多的人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樂趣 因為當你的想像力被開啟的時候呢 你能夠所體會到的東西 我相信會比單純的畫面或是單純的言語 能得到的更多 那第二個是法克國家 Fucking Nation 這個主題呢看起來很嚴肅 但是事實上它也是最切合現在時事的主題 那在Fucking Nation這個單元裡面呢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好的影片 很細緻很深入的去討論 女性跟國家之間國族之間的關係 國家國族做一個集體 到底是如何壓迫女性 壓迫女性這個整體 那我想看了這個單元之後呢 你對於女性與社會與國家的關係 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那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冒險 喜歡挑戰困難的人 我相信隱患新浪潮和法克國家這兩個單元 絕對會帶給你非常大的滿足 好以上就是今年22歲的女性影展 The F-World 那女性影展呢 會在10月9號到18號 在台北的光點華山電影館舉行 那麼我們9月5號在iPhone 就可以開始售票 那麼就請各位影迷們準備好你的錢包 那讓我們一起走上女性影展的冒險之旅吧 掰掰 掰掰 那今年女影的主題是The F-World 呃 偷看 NG畫面 我偷看了 好 你現在也可以提到我們主要位置之間 對對對 我是想要提這個 可是剛剛就是卡單 還是我放在這邊 蛤 大字放 好 我這樣應該看得到 如果我在這裡 喔可以看得到耶 好 這樣眼睛就瞄到這邊 OKOKOK 講到The F-World 你會想到什麼呢 如果是我的話當然是想到 我實在在鏡頭這邊講不出來 等一下 我沒有辦法 我下定決心這樣子做 這樣 這吃太多螺絲了 好 你換了 你換進到 你說我每次都看不懂那種的 這個很難講 讓我想一下 好的 所以是那天要去排隊 不用排隊 要排隊 要排隊 輸送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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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